勇士隊對上巫師隊的比賽 巫師隊最近苦吞了11連敗 看起來對於今年的戰績 巫師隊應該是沒有什麼太大的期望度了 而在今天在主場迎戰勇士隊 說到勇士隊 在今年球季 勇士隊還是蠻期待 在Curry的帶領之下 能夠再度尝到季後賽的滋味 而剛剛結束三連勝的勇士隊 也很期待在這場比賽當中 在客場碰上巫師隊 能夠開啟另外一條連勝之路 而今天由板凳出發的Jordan Poole 和老隊友在比賽當中再度相見 自然是有非常多的感觸 第一節他先攻下了5分 算是小事身手 也幫助勇士隊在首階 取得了25比23的分數領先 勇士隊的38歲的老將Chris Paul 今天的回歸 對於球隊來說 當然也是一個好消息 上半場Chris Paul拿下了6分 搶下了4個籃板球 還傳出了3次助攻 而Kominga上半場攻下12分 是全隊得分最多的球員 勇士隊另外一位球星 也就是Chris Thompson 在上半場他也投進了8分 讓勇士隊在上半場 還有60比58的領先優勢 Steven Curry在前兩節七投零中 你沒聽錯 七投零中的他 來到了第三節 他的投籃的感覺回來了 一共攻下了8分 浪花兄弟的Thompson 也在這一節投進了4個3分球 單節攻下了13分 巫師隊的Kyle Kuzma 在上半場就投進了15分 雖然第三節他又得到6分 但其他的巫師隊友呢 只得到了11分 這得利於勇士隊的加強防守 光是第三節 勇士隊就以38比17領先了20分以上 進入到第四節 即使勇士隊力圖振作 不想再把連敗的場數增加到12場 但是勇士隊在Kerry跟Thompson 兩位老將控制比賽節奏的情況之下 也讓勇士隊最後呢 是以123比112拿走了這場比賽的勝利 當然勇士隊在今年的紀錄賽當中 有沒有辦法能夠有所表現呢 這兩位老將 另外還有看到了 包括了Kuminga的表現呢 當然我覺得對勇士隊來講 也是相當重要的